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 你不得再喝了 为什么不能喝酒 拿酒来 酒都被你喝光了 那就给我买去 将军 我们 我们战败了 中国人不再卖酒给我们了 不 我们不会战败 我们绝不会战败 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将军 你喝多了 天皇陛下已经下诏 投降了 天皇陛下是不会投降的 那是陵墓外相和东乡外相 逼着天皇颁布的诏书 真正的大日本勇士 是不会投降的知道吗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真正的勇士 他不愿意投降 不愿意当俘虏 是 他在东京剖腹了 你不愿意投降 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个勇士 你愿不愿意投降 不 我不愿意做俘虏 我不愿意投降 好 我们不会投降 可是将军 天皇陛下已 不要听那耻辱的诏书 我没有军火 这是我们战斗下去的资本 为了胜利 为了胜利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 我看了二爹的日记 我哥确实是日本人 或许 二爹正是李春的死 和我哥有关 但这个仇我报不了了 因为 我哥的全家 都是我爹杀死的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恩恩怨怨 让人这辈子活得太纠结了 日本人虽然投降了 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周史能现在成了上海地区的 接收大员 而且他合谋日本人 共同对付共产党 非诚也成了帮凶 我至今都不敢相信 他们是我哥杀死的 我哥他 他 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 我们得为他们讨个说法 让我们俩去 可是秋山和夫 他认识我和江畔 没错 我们打过好几次照面 尤其是天行 我也没有想到秋山会在那里 不过你们放心 明天的约见 我提出不让他参加 你不让他参加 他也会在暗处操控吧 只要他不出现 那就好办 我们想点办法就是 我不放心的是 秋山和夫和大田 答应得这么爽快 会不会是另有原因 天行能想到这一层 我真的很高兴 我倒觉得他能答应 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秋山和大田一样 急于想把这些武器 派上用场 我还是觉得有点快乐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觉得我们给他 画的这个饼 太过于虚幻了 可是现在日本败了 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秋山和大田 已经是晕头转向了 再加上他们 又不甘心失败 又想拼此一搏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病急乱投医 只要有一根稻草 他们就会牢牢地抓住 没想到我们这不险急 走出胜算来了 是啊 明天他们统一会面 不会有诈吧 我倒是觉得 这个秋山能在大田面前 谈这个事情 那他也就是相信大田的 另外急于收拾烂摊子的周史能 也顾忌不到这儿 即便是顾忌到了 大田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我们现在利用的 就是他们互相不信任 和整个上海 权力真空的混乱期 我这儿就想着急了 那我看见了 有点急了 我这儿就想着急了 我这儿就想着急了 几天不见 大田这个公子哥 居然还成了人物 还真有几次血型 人的潜能都是逼出来的 走吧 等一会 快点 我去 我去 你查过了吗 是 TNT 520箱 10万钰 弹是数万钰 前年 这么多的武器 还没有使用 对 这些多的武器 是24弹的武器 记住 如果有任何命令 谁也不必使用这个武器 是 大田军 你们不是 小姐 那我又该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幽子好了 幽子 很美的名字 我 别动 开车 对 你想起来了 这位是曾满幽子小姐 我当然认识二位 曾满幽子小姐 现在是上海梅机关的 总负责人 她是被派来 接管你手里的军户的 既然是梅机关的人 幽子小姐好像没有权利 要求我把军火转交给你 这是港村最高司令官的命令 港村 请出示她的首令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打电话亲自跟她请示 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属于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 我只听命于大本营 你也不要忘记 港村大将 是驻中国的最高司令官 他是最高司令官 却要把这批军火交给国民党 你认为 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吗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是战败国 我不认为我们战败了 即便是战败 要战败在战场上 像这样的失败 我不承认 既然你们要投降 那就使我不奉陪了 赶紧给我走 不然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没想到一个花花公子 还挺有骨气 回去以后 派人盯住军火库 好 我知道 现在军火库 可是你最后的救命道子 你尽管跟那位群先生的中将朋友谈 这件事是否可行 我心中自然会判断出来 嗯 小心点 小心点 请坐 大田先生 我们今天的谈话 也算是机密了 我和我的朋友 不希望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 还有第四个人知道 今天谈话的内容 包括 昨天你的那位朋友 不会的 请放心 你那位朋友在上海滩 可是太出名 太扎眼了 怎么 屈先生认识他 大名鼎鼎的邱山和夫大佐 在上海滩还有谁不认识 恐怕大田先生您 都得听他的吧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他不过是敲敲鞭鼓 敲鞭鼓 他的鞭鼓一敲 都敲到接收大员周史能那里去了 你这边买卖还有谁敢做呀 既然大田先生没有诚意 那批军火 你就留给周史能吧 等等 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怎么相信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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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位就言归正传吧 我这个没人 就不打扰二位了 昨天已经听屈先生讲了很多 今天我想听听您的告诫 要不是为了这批军货 我都懒得跟你废话 惨愧 冲日战争刚刚结束 但中国目前的现状 真是让我失望 下一步蒋先生 势必跟共产党 为了江山争个你死我活 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 血雨腥风的战争 又要经历骨肉香残的内战 想想多么让人心痛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拯救中国 将军阁下说得很对 不过这些只是 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不不不 这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也关系着你们日本的安危 想一想吧 在中国的日本人 有数以万计 光日桥就七十多万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 光靠陆运 空运 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本 就算回到了日本又怎么样 看着美国的脸色活着吗 美国在你们日本 丢下原子弹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有没有可怜过你们 美国永远是大日本皇军的敌人 美国啊 现在在帮着蒋先生大量运兵 苏联在东北进攻了关东军 这苏联可是共产党 美国 苏联都在发展盟友 可是你们日本呢 日本在干什么 不要再说了 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你好好想想 我可不是在勉强你 我手里面掌握着五百四十箱炸药 三万多支的步枪 几万发的子弹 这些军火 我不能够给共产党 也不能够给国民党 我想送给你们 大天先生 你是聪明人 需要我做点什么 我希望能够保存 我大日本黄金的血脉 那是当然的 这样 我把你送到玉西南 那儿全都是您的同胞 您看呢 谢谢 今天晚上六点 你们可以来运物资 留步 嗯 晚上见 对不起 童谣大佐和我 你的心情是同样的 天皇阁卫生 永远无法离开 大日本帝国的恋 帝国的勇士恋 是 今天再次 我和你一起 天皇的尊厥 一共战争 我絕對這件事 必須決定 死亡 死亡 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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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江北的新四軍 武器裝備老化 大藥匮乏 有了這一大批的軍火 那就是如虎天衣了 特別是這一大批的TNT炸藥 部隊十分需要 剛才大田跟我説 這TNT是現在威力 最強的炸藥 我們根據地的材料 非常的缺乏 如果真搞到這批TNT 可幫了根據地 軍工廠的大忙了 根據地那邊 現在找到 渡江接運的卡車了嗎 都已經安排好了 我已經籌備了幾輛 遮捧的載重卡車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怎麼運出去 國民黨的部隊 還沒有到上海 軍統雖然不少 可是他們不會把注意力 放在軍火上面 唯一製造麻煩的 就是日衛軍 這幫可惡的二狗子 中國有句話 一定不會陌生 實實物者為俊傑 我聽不懂特派員的意思 你少跟我裝糊塗 我讓你趕快 把大田真左手裡的軍火交出來 你拖拖拉拉地辦了幾天了 你到底有什麼目的 你們的天皇都已經服軟了 你還扛著什麼勁 大田真左再加緊盤點 清點起來還沒完了 接受上海 已經讓我交頭爛額 人手乏力 你只需要把手裡清點的明細交給我 把那些軍火集中起來存放就行了 等到國軍抵達上海之後 自然會全部收交 好吧 我再吹一吹 我先走了 放心啊 坐邊應該再高點 好 走了 走了 等一下 你去診所幹什麼 我去看看房子 他們診所不幹了 誰說他不開了 房子的主人說了 他就要回鄉下去了 好 好 來 您接著啊 您坐啊 慢點啊 我老公 走了 坐下 那兒 我也是 誰 你也會想賺予 不是 啊 如果船長 那兒 讓我坐下 呵 你心想賺予 我还欠着秦小姐 一条人命呢 按说呢 我本该自觉于她面前 可是现在 上海正在接收时期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 撒手人寰 去见她的父亲哪 不光你对不起她 我更对不起她 你不必自责 为了抗战 我们做的牺牲都太大了 有的事是可以把责任 推到日本人头上去的 对了 我忘了你的身上 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 算了 不谈这个了 现在啊 日本人已经不足为虑了 我们要做的 是要和共产党抢时间呢 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 把地盘抢到手 我问你 满忧是不是不想回日本了 他是一定要回去的 怎么 你想跟他回去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到底是日本人 还是中国人 飞肠 如果你真的想跟满忧回日本 我可以想办法 如果你想留下来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我真后悔认识了这个女人 要不是她的话 我现在还在行侠仗义 独自逍遥 话不能这么说 飞肠 你要记住 之前的你呢 只不过是个杀手 现在你已经是党国的人了 国家大治之后 是不允许杀手存在的 至于满忧嘛 现在国军尚未开发到上海 在这个权力的真空期 他还是有一些存在的价值 对了 抗战胜利之后 高天行就没了踪影 你和他是兄弟 他的下落 你还要抓紧时间 打听一下 他现在是共产党的人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他曾经也是我的人 只可惜啊 跟错了人 走错了路 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我还有事 飞肠 不必管他 你那边儿子怎么样 我刚刚给大田真左打了电话 一提到移交军虎的事情 他就说 他只提名于东京大本营 就把电话给挂了 所以这件事情 你还得想想办法 你还想办法 这个大田还拗得很呢 也罢 暂且 就让他先替我看管着吧 等到国军开拔进上海 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我就是怕夜长梦多 还怕 秋山和夫 他会打那批军火的主意 他会打什么主意啊 不是不让你来吗 不是不让你来吗 这件事情我还能办 我还是不放心 怕出了什么意外 周时能盯得太紧了 正是因为周时能 他们盯得紧 所以得赶紧交货 他们马上就要来取了 如果让那个曲先生 看见你 说不定他们会更改主意 到那时 这批军火 就真的交给周时能了 好了 你回去吧 有事情我给你打电话 好 不过你穿军服倒是挺好看的 是吗 不是这套 我明白了 老太爷以前当过兵吗 早年先在宝丁军校读过几年书 怪不得 看着身板就像当过兵的 你要是没来上海 一定会率千军万马 支撑疆场的 这一将功成万古窟啊 没有谁为天生嗜血的 可很多时候 这太平日子是打出来的 走吧 好 怎么样 等这批武器到手之后 必须马上送出上海 这周时能的鼻子 比狗还灵 我已经同新四军的苏浙军区 取得联系 他们会派人 在郊区负责接应 另外组织上考虑 你们两个在上海的熟人太多 决定让你们随这批武器 转移到天木山地区 那太好了 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归队了 可是我 还是想待在上海 怎么 你在上海还有未了的心事吗 人家被的仇还没报 天下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 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放心吧 这些仇 早晚有清算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帮助 在那时也会 我们下午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每天来无影去无踪的 跟个幽灵似的 天天喝酒 你可真清闲 要是让周始能看到 又该不高兴了 你不要跟我提他了 他现在是小人得志 现在是人家的天下 得志猖狂也是应该的 来 跟我喝一杯 不喝 新兰要回乡下去了 这个家是被我弄散的 你说他回去了 一个人能干什么 嗯 嗯 ав 啊 好 曼哥 陪我喝一杯 不喝 没有 放开我 喝不喝 我不喝 放开我 你喝不喝 不喝 放开我 放开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位请 请 我回头拿点钱给你 你给秦姑娘送过去 再问问她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回乡下也好 这上海滩也不是她能待的地方 等国君来了 还指不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你问问她什么时候走 咱们俩去送送她 她们也要再来 她们已在侧 她们已在侧 我认为你 她们走 她们走 这些路是在侧 打人家 你先躺会儿吧 我还有点急事 先出去了 什么 你的人看清楚了 他是亲眼所见 应该没问题 这个花花公子 看来是想铁了心地 跟我过不去了 他如果敢这么做 那就别怪我 周始能无情了 马上安排人 跟我去追击 我让他们准备了 一会儿就在院子里集合 对了 交上秋山和夫 也该让他处处立了 可是他不在 刚才打电话来的兄弟说 他在静安寺附近 看见了秋山和夫 静安寺 这真是个老狐狸 看来也想打这批军火的主意啊 都怪我这几天 忙昏了头 听说这批军火 可以装备二十个师的兵力 要是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那戴笠可就要我脑袋了 秋山再糊涂 也不会把这批军火给共产党 我就是怕他自作聪明 想要拿这批军火拼死一搏 他要是闹出了事 最后戴笠追究的 还是我们特派员的责任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算了 你还是别去了 你的身份太特殊 现在还不方便露面 在家坐镇吧 那我叫上飞长 我看他最近好像很不正常 还是别让他去了 秦新兰要回乡下了 他很难过 回去就回去吧 上海是秦姑娘伤心的地方 没想到任飞长 对他这个乡下妹子 还挺伤心的 难过也是人之常情吗 他对秦新兰的感情 远胜过我 他和你可不一样啊 你对他说白了 都是一直在利用 我说得没错吧 其实我有矛盾 对于这个男人 说不爱吧 好像也不对 可是说爱 人飞长 除了会打打杀杀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或者就像是特派员 说的那样 利用的成分多一些 你当初和秋山和夫 不就是看中了 他这种打打杀杀的本事 才从任海龙身边 把他拉走了吗 当时秋山和夫 想拉拢任海龙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才会挑拨任飞长 和任海龙的矛盾 让任飞长为我们所用 你从中起的作用不小啊 起初我根本就看不上他 一个不长脑子的男人 根本就不会成什么大事 可后来秋山不能摆平任海龙 好 我只好参与其中 把任飞长给拉拢过来 间接掌握任海龙 不让他坏了我们的事 再说了 服侍任飞长 上海他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帮 谁要是敢不听话 任飞长就帮我们搞定了 说白了 任飞长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 是 我是周志能 什么 我知道了 出什么事了 大田真左这个混蛋 果然要把这批军火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不行 我得马上带人去静安寺 不如我跟你一块去 你别去了 毕竟你的身份特殊 还是留在这里做真吧 快 快 快 是 快 快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好说的 不准走 有什么好说的 你找我不就是为了干那点畜生的事吗 来呀 你坐呀 来 满游 我现在一个欺人都没有了 我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你别这么对我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别叫我满游 我叫曾满游子 你叫我满游我觉得恶心 是你 是你杀了我二爹 你到底坐不坐 不坐就滚蛋 你还害死了立春 你怎么这么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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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啊 放开我 你说啊 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啊 掐死你 放开我 掐死我也没有用 掐死我也洗不清你的罪过 郑婶 李春 还有你的甲殿 都是被你杀死的 你才是 你才是罪魁祸首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吓死你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我吓死你 爹爹 我吓死你 爹爹 我吓死你 爹爹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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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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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